柬埔寨有一名媽媽日前跟四名孩子在家中 结果客厅上方的天花板突然整个垮下来 索性她事先察觉了异状 立刻一手抱着一手拉着学步车 带着孩子们逃离 整个青钢架塌下的画面 现在在网路上曝光了 妈妈激紧的反应也被大赞 反应真的好快 另外来看到这小偷不太一样 因为这中国有一间超市 监视器就拍下了 这个野生猴子多次闯进超市偷东西 而且他过程当中还会警惕的回头 确认店员没有注意 他才动手拿货架上的物品 店员也无奈的说真的是好气又好笑 另外这个恐怕是笑不出来了 高雄有名男子他花钱租空地停爱车 结果被另外一名男子占了车位两天的时间 他完全找不到车主到底是谁 所以他就在挡风波里 留下了这一张口气很凶的纸条 扬言要把车子锁起来 结果这驾驶就报警提告 留下纸条的租客最后被判罚6000元